暮色来临 这里有哪些火辣辣的美味 一斤辣椒一两月 就是芝蓉辣椒 做卤虾的辣椒 胃力有多猛 喉咙爆炸了 什么样的美食能感受到当地的百叹人生 200斤骨头 嚼一嚼 溯源食物产地 解锁美食密码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餐桌美食的背后 隐藏着无限的秘密 那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萧夏美食 都和这样食材有关 就是它 辣椒 在湖南 盛夏来临 辣味当道 很多人几乎顿顿离不开辣椒 无辣不欢 夜夜夏日吃的那是一个大汗淋漓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火辣辣的美食 火辣辣的地方 如何到尽吃辣人的喜爱的 当暮色来临 长沙慢慢躁动 开启了越夜越精彩 要说夜小江湖 长沙必有一席之地 作为湖南的省会城市 其饮食文化也承载了湖南饮食的精髓 辣椒 香菜标志性的视觉味觉符号 即便夏日食欲低迷 面对火辣辣的美味 胃口也会被激活 大汗淋漓中 忘却身体的燥热 这些带着浓语热辣标签的美食 如何在奄奄夏日成为了小小夜江湖的扛把子 小龙虾为何吃辣不见辣 什么美食一天不吃 路都会走不稳 确实辣椒不断刺激着痛觉神经 使大脑分泌大量内肥胎 激发着人们的情感外放 拥有了快乐感和满足感 让大家在这座不夜城里有了晚睡的理由 夜色以拟 大排档的躁动开始了 你好 几位 两位 两位呢 随便坐 请慢用 我叫陈文 80年了 属猴的 已经44岁了 看不出来应该 应该最多看个3678岁吧 你好 同族过小龙虾 这个季节 小龙虾是陈文店里的主打 能在一排大排档中脱颖而出 想必有两把刷子 你知道我们家小龙虾为什么这么成功吗 用心了 泼油下锅 辣椒依旧是主打 尽早下入小龙虾 是为了和辣椒充分融合 提前熬制出的高汤和桶子骨 以调味剂的方式入锅 为小龙虾注入了新的灵魂 味道浓郁 色泽纯亮 骨汤辣汤两不误 陈文的诀窍在于经常推陈出新 桶子骨小龙虾 店里的创新吃法 点它的食客很多 但也有保守长情的 则依然选择长沙的传统吃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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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大排棒 一般都是合作好多年的工作商了 每天反正至少有四五百斤货 基本上我们也都放心 反正我们也会选一下 把死都挑出来 对 那晕得不对 你看这样的就不要了 晕了 什么叫晕了的 你看这种就像晕了的 是吧 因为它还没完全死 但是它已经不那么活泼了 这种下到我们店里 在路上估计就死了 然后那个七八九的大清有没有 青红都有 青红 青红都有是吧 对对对 我不要红我只要清 七八九的清 这个是您挑的虾 对啊 七八九的大清 那这个为什么不行 那红虾 红虾肯定不行啊 这是偏轻的看见没有 它可软 它可薄 它比较入味 它后面的屁股肉 薄满一些 红虾的话 它就是可能可硬 可硬 没那么入味 那您刚才说的七八九 是什么意思 七八九算规格吧 七千 八千 九千 这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倾向 就是七八九这个规格 这么大一个香味 是吧 一个屁股肉 吃起来这才爽 晚上选好的小龙虾 会按照第二天一早 约定的时间送到店里 细沙泥浆 换三次水 如此往复 小龙虾 今晚九点多到店里 就小龙虾要清洗嘛 要刷嘛 辛苦啊还是 还好吧 每次我寻台的时候 盘子里吃得光光的 这就挺开心的 成就感 对 小龙虾 准备就细 接下来 便要揭开 鲁虾吃辣 不见辣的原因 尝尝的鲁虾 最主要的就是个辣椒 每一锅都是 三斤的这种干辣椒 然后一斤的这种 新鲜辣椒 干辣椒提香 然后 哎 错错错错 这个干辣椒 这个是印度魔鬼椒 特辣的 这个放三斤 倒是这种新鲜辣椒 它是提鲜的 让那个卤汁里面 有一种辣椒的 这种清香味道 特辣 行不行 喉咙爆炸了 区别于剁椒的柔和感 鲁虾带来的辣 是强烈的 主打一个爽子 想要入味 辣椒不能脸色 准备酒洗 起火开灶 卤水 是卤虾成败的关键 先放十斤的柳骨头 鸡架 这些都是提鲜的 姜和蒜 各七斤 搞里头 三斤的魔鬼椒 下锅了 辣椒下锅 反复搅拌 香味辣味 在骨头汤中 渗透均匀 这一袋也不得了 三十度的材料 绝密配方 绝不外现 卤料的介入 给卤汤增加了风味 万般等待 只为小龙虾 入锅一刻 长达四个小时的相依相伴 最终出锅的卤虾 爆发出多种香辣味混合的美妙 打破口中的瓶颈 辣劲 从舌尖散开 短暂的休息 让陈文有了些许精神 夏夜漫长 但终会过去 小龙虾的季节 进入倒计时 陈文开始研究新的招牌菜 辣是不变的主题 辣体现在饮食习惯上 也体现在湖南人的骨子里 吃得苦 耐得烦 热情如火 掘手着各自的性格 长沙的喧嚣热闹 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 才算结束 谁也逃不过狂欢后的疲惫 要说可以安抚 空虚的胃口和情绪的 在长沙不过一碗粉 米粉过水两分钟 碗中事先加入猪油 碳水与猪油是一对灵魂伴侣 加入热汤瞬间结果香气 马子也就是焦头 点餐时自选 带辣椒的马子是招牌 烏辣不欢者爱之 细食清淡者也有诸多选择 两个肉丝啊 长沙有句俗话叫 一天不敲风 老都走不稳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天不吃一顿粉 他可能路都走不稳 我们经常看到 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在这吃 这就代表他今天肯定不太开心 或者心事很重 还有的呢 这大哥今天不知道什么事 特别高兴 特别好转 一来给我点两个马子 三个马子 夹还夹蛋 那就是肯定今天遇到什么大喜事了 高兴也好不高兴也罢 反正他会用你最后在睡觉之前 用一碗长沙米粉 来把今天的这个生活做一个结尾 说完这碗粉 他就觉得什么事都踏实了 回家可以好好睡觉 紧椒酒酒醋 香菜油肉粉 这个倒是阿拉伯米粉 米粉 长沙人生活里的必需品 也是长沙人的百叹人生 那如何定义一碗粉的好坏呢 要从四个要素说起 其一 汤 开锅了 200斤骨头 12只老母鸡 煲汤的秘诀就是冷水下锅 大火烧开 嚼一嚼 盖一盖 开火 米粉本身没有味道 需要吸收汤的滋味 所以汤头好不好 决定了米粉的鲜香味道 骨头汤混合熬者通宵 讲究原汁原味 汤鲜而微不寡 汤清而味不淡 在熬汤这件事上 要耐得住烦 其二 米粉 枣道米 口感烧印 是制作米粉的最佳原料 细细的米粒 玉墨为姜 玉火成粉 日晒 风 于米粉的默契配合 造就了其爽滑绵软的口感 扁粉是大多数长沙人的最爱 十无定位 适口者真 为了迎合百般口味的时刻 义军在马子的制作上下足了功夫 此时他正在处理一种特别的食材 韩菌是一种生长在大山里的野山菌 季节性强 用它做出来的炒码 是鲜味爱好者的首选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段炒香 加入韩菌 无需加入其他调料 追求的正是这一抹鲜味 韩菌炒熟 加入清水 小火炖煮十分钟收汁 待汤汁粘腻 便可较于米粉之上 最后加上第四要素 配料 辣得开胃的剁椒 酸豆角 榨菜丝等等 摆在自取柜上 让人感受店家满满的诚意 也足以增添 丰富的味道 至此 一碗汤鲜 粉鲜 马鲜 底碗鲜 配料鲜 五鲜合一的米粉完成了 用筷子送至嘴边 使劲一缩 且易入味 直至微微冒汗 简简单单的一碗粉 给人以无限的亲切感和满足感 但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剁椒 对湖南人来说 也是最亲切的存在 制作本地特色的香菜馆子 同样是长沙夜宵浇湖里亮起的一盏灯 剁椒鱼头 一起鲜嫩的鱼头 和辣味剁椒酱的完美结合著名 是香菜里的经典菜式 也是湖南人的牌面 属于湖南的家常菜 头牌菜 家业啊 或者是乔家业啊 请外地的朋友来 必须要点这一道菜 在香菜里面应该是 提高把的成长 鱼头覆盖上剁椒 上容蒸制 鲜味被锦束保留 剁椒的香味也逐渐渗入到鲜嫩的鱼肉当中 蒸汽上来之时 便是鱼头的鲜味和剁椒的香辣味融为一体的时刻 有着几十年从业经验的罗志和 在制作这道头牌菜方面 鲜嫩微辣 香味不绝 如何将这一道家喻户晓的头牌菜 做出地道家常味呢 做手里的不较不差 一点一点的鸡肉 尤其是我们的剁椒鱼头 冰甲不热鸡 因为剁椒的石将沉淀 使得慢慢来 剁椒的制作 讲究的是水墨功夫 如何在形形色色 稍纵即逝的夜宵江湖里 彰显出它慢慢来的诚意呢 眼前看似十分相近的辣椒 因种植环境 日照或施肥等因素 辣味和辣度也会有所差异 口感上的细微差别 影响着整个味道的走向 想要掌握剁椒鱼头的制作技艺 对辣的驾驭是第一药物 这边是美人角 这个是黄金角 鸡苍的辣椒呢 鸡苍的辣椒 你都可以吃夜宵了 你受烦了 好不好 你今天晚上的夜宵就没得吃了 学习要沉下去了 要先认识月材料 眼前被驱崩开的辣椒 到底哪一种是制作剁椒用到的食材呢 它们都是卸椒 看上去一样 但是口感不一样 它也是很大的 每个辣椒的味道都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辣椒啊 它水分足 它这个味道竟然很像水果 它是那种嚼起来脆脆的 几乎一点不辣 但这种就不能做剁椒吧 就因为这个一点不辣 一点不辣 它不能做剁椒嘛 它就水分很大嘛 这个是鸡苍之蟹椒 你试一下这个辣椒的味道啊 我试一下 嗯 好了吧 这个辣椒是山上茶粥下来的 这一温茶比较高比较辣嘛 你把水分没那么大嘛 那这种辣椒 这种辣椒你尝一下 这个辣椒的也得硬 这个掰起来更干脆一些 对干脆你尝一下这个辣椒 好辣的啊 这个更辣 对 这个辣椒有一种直冲头顶 对 让我整个头皮都在冒汗的辣椒 这个做剁椒吧 是吧 对 因为它这个最辣 你不是说辣椒 那我就做剁椒 我们做剁椒的这种 不是你那种 是这种辣椒 不是选这种最辣的 不是选这种最辣的 我们是选这种辣椒的 它是皮薄 肉厚 它的辣椒没有那么刺激 柔和一些 对吧 还是要讲究口感的 剁椒鱼朵的 做剁椒鱼朵的辣椒 并不是越辣越好 而是讲究它的辣椒的本质 吃起来是柔和的那种辣 万里挑一的辣椒 是为了接下来的步骤做准备 剁椒 一种极富地域特色的调味品 鲜辣刺激 微带酸味 做法简单 但讲究不少 这多久的步骤就很简单 多辣椒也很少跟多的 刀切的辣椒的话辣椒比较脆 吃起来以后它味道比较强 口感也好 切完以后放椰一半 把我们搬均匀 大概是一斤辣椒一两年的比例 放进去 放在坛子里面 就是滋浓发酵 发酵的时间越长 它的味道感越好 恰到好处的粉碎 能完美激发辣椒的香气 足量的盐使辣椒快速脱水 使其口感更加爽脆 切好拌匀的辣椒放入坛中 碎辣椒在坛子内充分反应 辛辣与弹香产生激烈碰撞 最终互相交融 形成剁椒独特的口感 这里就是我的秘密基地 这里面全不是自己做的剁辣椒 这是成本了三年的剁椒 做美食不得急 这里慢慢来 剁椒在发酵过程中 会产生有机酸 有机酸随时间逐渐增加 这便是剁椒散发着 弹香酸味的原油 发酵时间超过两年的剁椒 具有较大的气味活性质 这会赋予它们更独特的风味 罗制盒制作剁椒鱼头 用的是三年老坛发酵的剁椒 色泽要黯淡得多 但檀香味最足 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这是被时间卷顾的味道 选择六斤的胖头鱼 简单去腥 调味 用传统竹笼蒸体 蒸煮过程中 能够充分吸收蒸汽 最大化保持食材原有的营养成分和风味 辣 随着长沙入了夜 凡事讲究情怀 美食自然也不例外 辣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情怀与香愁 它不仅体现在湖南的饮食文化中 还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性格和精神面貌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 美食文化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 也成为了传递感情和享受生活的重要方式 千成千色 不同的夜宵美味也集聚地方特点 就像红红火火香香辣辣的香食夜宵里 蕴藏着长沙人的香情 也体现了他们爽老热情的性格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